我現在講一下,我們祈禱有些人有釋放,有些醫治 釋放可以是邪靈的釋放,或者是情緒的釋放 我們怎樣可以保持,怎樣保持與神的關係 得到繼續與全的釋放呢? 因為每一個人的醫治是全人的 整個人,包括靈和魂,靈和身體 靈和神的關係,魂就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你跟我說一次,思想、意志、感情 我們的思想是否深信神的恩典、神的愛 是否活在正面的思想,或是活在負面、低沉、不開心的情況 思想都要醫治,有些人經常覺得自己沒用,不行 這就是負面的思想,是對人不好的 因為凡是負面的事都是不好的 那就是思想,意志、心意是想著跟從神 因為神是創造萬物,我們都是屬於祂的 越跟從祂,祂的祝福就越大 越不跟從祂,就越多問題 因為萬有都是出於祂的,生命是出於祂的 與祂相連就會有祝福 有些人說,有些人不需要耶穌,他們都是這樣生存 他們是生存,但已經跟神那種最美善的慈愛 聖結公義,和祂的美好是斷絕了 斷絕了的時候,因為神仍然在祂身上有恩典 什麼恩典呢? 仍然給祂有生命,有氣息,仍然有健康 對以往的人來說,仍然人可以開心 這是神創造人的時候 雖然祂雖然離開祂,祂都可以有相當程度的享受生命 但是祂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因為祂與神是有一個距離的 如果未信,是與神隔絕了 所以一定有問題,問題是可以是聚 即是煩惱,同人關係,自私,貪心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在祂裡面發生 總之,凡是不是與神相連一定有問題 而信耶穌是一定會改善 不過因為信耶穌之後,有些人跟從耶穌是有限的 有些人跟從耶穌只是有限度跟從耶穌 這樣就不是讓耶穌掌權了 我們想像我們好像全身體要與神相連 他想像我們是一個燈,或者不是想像一個燈 我們是一個工廠,工廠有很多部分 工廠用電來連繫,每一個運作都有電 這個工廠如果沒有電,就馬上死亡 如果神將他的氣息從我們身上收回,就馬上死亡 但是神仍然在身上存留一些的恩典 但是透過耶穌的恩典是沒有的 透過耶穌給祂的永生、社聚、 以及生命中的平安、喜樂、能力等 但普通的恩典是仍然有的 當一個人,他的全身像一個工廠 當我們是一個工廠,跟電相連著 整間工廠就很運作,正常了 但是當他和神有問題,如果斷住了 他整個人裡面就會有很多自私、吵架、貪心 激氣、勞躁、對人不好 裡面有很多這些污衛的事情 這就是犯罪之後的後果 也都人裡面會有問題 而信耶穌呢,如果跟從耶穌呢 傳而跟從耶穌,整個工廠就駁到神那裡 就有很多恩典 但是如果他信耶穌,只是信一部分 跟從一部分 仍然裡面很多負面 他裡面都依然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想我們整個人健康、喜樂、有力量 有神的各樣祝福 我們就越處理生命 越處理所有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所有不好的事情全部處理 親近神的人就越來越好 這就是一個最完美的狀態 而去到天堂就最完美了 天堂再沒有罪了 所以就跟神很極度高度的相連 當人有問題 比如有情緒問題 邪靈問題 各樣身體的問題 當他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更加顯出他跟神的關係的問題 因為普通人未曾有什麼大事發生 正常生活 有時候他未必覺得很不妥 但如果細心看過他 他生命是有問題的 但那些人如果有了精神病 因為他已經那個精神處理得不好 變成整天都想不開心 一天總有些時間不開心 總有些時間煩惱 有時候越整越長 整天都煩惱 這種情況就需要醫治 是困難過他本來是健康 而你想他經歷到神的更大的喜樂 平安 是難一點的 因為他有些事情阻濟 有些事情阻濟的時候 就怎樣得醫治呢 就是幾件事 第一,跟神的關係 恢復正常 信教耶穌做救主 凝聚、憎恨罪 願意脫離罪 由處理裡面 所有負面的事情 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負面的潛意識 所有的事情處理 天天親近神、讚美神 由奉耶穌明 如果有邪靈,趕逐邪靈 就會令人越來越好 有些人都在祈禱 立即覺得舒服、輕鬆、平安 或者覺得鬆了些 今天有幾個人 在祈禱覺得鬆了、舒服了 請你舉授 有幾個 但你留意到 很多人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原來耶穌就是這麼真實的 但你想保持這種祝福 有什麼方法呢? 一定是保持跟神的關係 而且越來越加強 如果有邪靈,奉耶穌明 趕逐邪靈 最主要是跟神關係 如果有情緒 也要處理情緒問題 其實就算有邪靈 也要處理情緒 有些人經常都覺得自己不行 不喜歡自己 人家又不喜歡自己 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負面的事情 一定有傷害性 所以持續 我們一定要親近神 看聖經 跟從聖經的教導 處理生命中國人的問題 時事讚美神 人家就越來越平安輕鬆 越來越好 但聖經教導我們 耶穌說 我心裡柔和天卑 你會當附我 握,學我讓色 者 你心裡必得享安息 神的心意 就是我們不僅信耶穌 是我們 扶耶穌的握 即是扶視耶穌 學耶穌的讓色 他的生命 那你就 在心裡必得享安息 整個人就會裡面安息 這個就是高度的安息 所以不要只 我搞定自己 我就不再親近神了 有很多人 他們只是 找我們祈禱 釋放 釋放完 可以正常生活 那他又 和耶穌的關係 有時候會疏遠 我不是說 你一定要來這裡 才可以和神關係 密切 但在這裡 我們會訓練你 侍奉神 即是當你 經歷到神的祝福 我希望你不要停下來 我搞定 我自己 我就 只是做普通信徒 很多人說 我先前回教堂 我只是 基本信徒就可以了 我不再進心 那時候 其實 不是好的 因為他不是走完 耶穌的路 其實你在其他地方 都可以受慈奉的訓練 但我這裡 是各方面都有的 而我們訓練 訓練 不是一定要留在這裡 服侍 你去哪裡服侍 你去哪裡訓練 你去哪裡服侍 神都可以 我們心裡想 祝福你的教會 祝福周圍的人 祝福宣教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的問題 還未處理完 而你不繼續處理 你的問題 是不會走的 始終在這裡 走的 他又會回頭 所以這個 一定要大家 繼續處理生命 還有 基督徒想完全的健康 一定是 經常親近神 讀聖經 經 經常讚美神 愛神 然後 將聖經應用出來 處理所有負面的事情 在讚美神的時候 也要有邪靈 趕鳳爺 趕鳳爺 趕邪靈 慢慢的人 就會越來越鬆 這個就是全人的祝福 讓整個人 所有負面的人都清除 我剛剛所說 就是一個持續的關係 不要想著 我來了釋放就算了 而是 以後怎樣 是更加重要的 而釋放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讓我們跟神更加好 我希望大家有個觀念 就是 我們是為神而做出來的 為耶穌而做出來的 神做了我們的目的 就是榮耀神的 你越榮耀神 你的身邊就越好 你越不榮耀神 你的身邊就越多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很想給神用 很想祝好人 你越祝好人 神就將很多恩典放在你身上 你就越來越有力量 你就越大越神的同在 你為人祈禱 都看著那些人得到釋放 OK 我希望大家 繼續去祈禱 下去 那你如何 calib可以 看到消息 嗎 在 Alexa 燦很想 achelor 我熾 如果你想要